眼前的这个装置看起来有些平平无奇 但是它的作用可大了去了 不幸的话将一些金属废料放进这个装置当中 紧接着开启开关 旋转了一会儿后 原本大小不一的金属碎屑 此刻已经变成了均匀的粉末 原来这个神奇的装置 就是球魔机 早在19世纪末期 球魔机就被发明了出来 它最大的特点和用途 就是在粉碎 例如在某些矿石的开采中 对于一些较大的矿石 会进行初步的粉碎 将其分割成若干的小块 但是这些小块的矿石有些也是不合标准的 于是就需要二次粉碎 另外球魔机也可以用于不同物体之间的研磨混合 说起它的原理 其实也简单 球魔机的内部有若干个质地均匀的金属球 当球魔机开始工作时 由于滚筒的旋转 内部的金属球也会因为力的作用 而不断运动 而且金属球的运动是有规律的 滚筒旋转时 金属球会依附在滚筒的表面 到达一定高度后 逐渐掉落 这种运动方式 更容易将物体积碎 研磨也会变得更加细腻 但是球魔机的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 它的体型比较笨重 效率也不高 耗电也非常严重 而在球魔机运转的过程中 也会对自身产生较大的磨损 也会变得更加细腻转的过程中